我们站着低头来默讨 我们把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一幅画在我们心里 May the crucifixion of our Lord Jesus be portrayed in all our hearts 阿们 请坐 在领受圣参之前 我们来查考一段道理 为什么要领受圣参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因为它是圣礼 因为圣礼就是跟得救有关 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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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who comes to me shall never hunger, and he who believes in me shall never thirst 这里主耶稣自我介绍,祂就是生命之粮 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提到有两种粮食 一个叫做玛纳 玛纳是物质的粮食 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走四十年 不种也不收 神赐给他们玛纳 所以养活了他们四十年进到迦南 但是如果我们看四十九节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 物质的粮食维持肉体的生命 但是到最后还是会死 然后我们看五十节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叫人吃的就不死 所以另外一种粮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吃了就不死 那到底这个是什么 我是一节 我是一节 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食 叫人吃的就不死 那主耶稣现在升到天上去了 那祂是天上降下了粮 我们要去哪里吃这个粮呢 我们看五十三节 The answer is in verse 53 耶稣说 我时时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Then Jesus said to them Most assuredly I say to you Unless you eat the flesh of the Son of Man and drink his blood You have no life in you 五十四节 施我的肉和我洗的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这个就是圣餐 因为主耶稣在欲业的延期办圣餐 他拿一块饼注谢 然后说 剥开来给门徒说 这就是我的身体 所以我们的圣餐 就是用一块无效饼 在注谢之前 它是无效饼 那注谢之后 还是一块无效饼 那注谢之前跟注谢之后 这一块饼有什么不同 在注谢之后 在灵里面 就是主耶稣的肉 跟主耶稣的血 所以当主耶稣说 这是我的肉 不是在物质上 它变成主耶稣的肉 当主耶稣说 这是我的肉 也不是象征主耶稣的肉 是在灵里面是主耶稣的肉 这个很难解释 你说洗礼有主耶稣的宝血 要怎么解释 但是就是有人 神开他眼睛 看到洗礼有主耶稣的宝血 这是在灵里面的显现 所以我们今天照着主耶稣的应许 这个饼经过注谢 在灵里面 就是主耶稣的肉 吃下去 就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葡萄汁经过注谢 在灵里面 就是主耶稣的宝血 所以我们领受了 就是有主的生命 末日要复活 因此要领受圣餐 我们先要分辨 这不只是物质的一块饼 这是主耶稣的肉 主耶稣的是圣洁的 主耶稣的身体是圣洁的 主耶稣的身体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要领受圣餐 要审查 因为我们虽然大罪不断 但是大罪不犯 小罪不断 所以我们要求损赦免我们的罪 良心平安 就可以领受 还没有在本教会受洗的 因为我们的罪 还没有在洗礼洁净 所以我们要等候 我们明白到受洗以后 才领受 那圣餐的第二个意义 我们看格林多前书 11章 我当日传给你们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 二十四节 主耶稣的就破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二十五节 饭后也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学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所以领受圣餐 就是要纪念主耶稣 到底纪念什么 就是纪念主耶稣的死 因为主耶稣如果没有死 就没有祂的肉 也没有祂的血 那照着神的律法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的罪跟神隔绝 罪的公价就是死 所以活在今生被罪控制 死到最后要有死亡的结果 但是主耶稣来世界 祂为我们罪人而死 所以领受圣餐 纪念主耶稣的死 就是纪念主耶稣 有多爱我们 那为什么纪念主耶稣的爱这么重要 我们来看加大太书 我们来看加大太书 加大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Galatians 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丁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更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这个二十节中间这里讲 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是我们信仰追求一个目标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也就是让别人在我们身上 看到主耶稣的样式 那我们怎么能够让主耶稣 活出主耶稣的样式呢 二十节讲 我已经与主耶稣同丁十字架 主耶稣最后就死在十字架上 那我们跟主耶稣同丁十字架 就是跟主耶稣同死在十字架上 在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活就是没有死 没有活人怎么会有死人呢 但是在灵界里面是倒过来 你如果没有死你就活 没有办法活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说我们要把基督活出来 第一个我们要先死 那个救我 罪我 要跟主耶稣同丁十字架 如果我们每一次讲话都是我我我 我还没有死 我是我自己生命的主宰 所以我控制我自己的明天 我控制我自己的决定 我为我自己活 那个还没有跟主耶稣同丁十字架 如果死了就没有我了 那没有我就主耶稣活出来 以后就是主耶稣变我的头了 主耶稣要我这样做 我这样做能够让主耶稣喜悦 我这样做能够荣耀主耶稣的名 因为我已经死了 所以主耶稣在我生命的地位 就能够往上提升 这个就是很难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主酒还要常常参加圣餐 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参加圣餐 就是为着跟主耶稣同丁十字架 所以我们会百分之百死掉 主耶稣才能够百分之百活出来 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 真的我们自己也很难改变自己 这个是我们要承认 活越久越难改变自己 但是越难改变自己 不等于不能改变我们自己 如果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改变了 不只是possible 神的爱我们就改变了 我们来看 路教福音二十三章 路教福音二十三章 这个二十三章是在讲 主耶稣丁十字架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改变三个人 如果祂可以改变三个人 祂不能改变我吗 如果祂可以改变这三个人 祂不能改变我吗 我们看祂改变的第一个人是谁 主耶稣丁十字架上改变四十字架上改变四十一节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还不怕神吗 四十一节 我们应该的 因为我们所受的是我们所做的 但这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四十二节 就说耶稣啊 你德国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这个地方一个强盗 在最痛苦的时候 祂求神 赦免祂 纪念祂 我们再坏也没有坏到跟强盗一样 那个强盗 有可能她的母亲 劝她多少次 流了多少眼泪 她到最后还是去抢 所以她的母亲眼泪没有办法改变她 但是她看到主耶稣 钉十字架的过程 他受感动 怎么有一个人 这样的人被钉十字架 他自己被钉十字架 所以他知道那很痛苦 那四十一节 这是我们该得的 所以他也承认 这个人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 他是义人 那义人为什么跟我钉在十字架上呢 他知道他是救主 所以十字架的强盗 在受苦最深的时候感受到主的爱 他改变了 所以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我们看四十七节 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 就归荣耀与神说 这真是义人 百夫长他掌管一百个兵丁 他是有权的 而且当时 犹太帝是在罗马的殖民地之下 所以百夫长在当时 是算一个有权力的人 他下命令 把主耶稣钉十字架 也是罗马的兵丁 把他抓去钉十字架 那他从头一直看到 他有一个结论 这个人是义人 有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 我怎么了解我是好人和坏人 当我们被逼到墙角的时候 你怎么反应 那个针我就跑出来了 你看主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 他被骂不还口 被害不说威和的话 我们现在最容易讲什么 你在这样我要告你 这个是最普通的话 这个就是人的本性 主耶稣最痛苦的时候 神还求你赦免那个钉他的人 他没有做主钉他的人 他求真赦免他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不晓得他在做什么 这个很可怜啊 所以这个白胡掌看到说 哦 他是义人 如果耶稣是义人 他就是钉一个义人的 那等于钉他自己的罪啊 所以钉十字架感动太大 那个力量太大 那第三个被感动了 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Let's come back again to Luke chapter 23 三十节 五十节 有一个人名叫约瑟 是义士为人良善公义 五十一节 众人所谋他并没有服从 他是亚利马太城 素来叛望神国的人 Verses 15 Now behold there was a man named Joseph a council member a good and just man Verses 51 He had not consented to their decision And deed He was from Arimathea a city of the Jews who himself was also waiting for the kingdom of God 这个约瑟本身 他是这里讲 他是义士 有地位的 Joseph here he was a man of a high standing in society 那再来他是财主 And he was also a rich man 那在约瑟福音里面讲说 他暗中作门徒 为什么会暗中作门徒 为什么会暗中作门徒 因为耶稣什么都没有啊 这一个尊贵的意识 又是财主大家所尊重的 如果他做耶稣的门徒 他会被笑的 你说我拿撒人耶稣的门徒啊 他知道主耶稣从神来 但是他不敢付代价 但是他看主耶稣钉持架的过程 他就向比拉多 要主耶稣的身体 他就上下去 把主耶稣身体取下来 所以 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身上燃有主耶稣的血 他变成公开做主耶稣的门徒 如果主耶稣为我而死 我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来跟从他 爱好像死一样强 爱的影响力非常的大 我们在圣餐里要求主的爱感动我们 那我们就会改变 我们就能够把主耶稣的生命活出来 所以在圣餐里之前 我们来试想主钉十字架的爱 这是一个无效饼 我们现在跪下来低头末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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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着肉体来到世间 为着以神的定命 你为我们由此成为色罪的泉源 你在十字架上受尽了人间的苦血 喝尽了苦杯 今天我们醉得以得赦免 祝我们能够得到救恩 现在我们要出现这一块饼 愿祢的圣灵运行在灵里面成为祢的身体 祝我们感受之后 得到生命 后日可以复活 愿祢的名得到荣耀 May Your name, Lord Jesus, glorify always Hallelujah, honor 我们来唱诗 77首 我们现在跪下来注谢葡萄汁 现在我们会跪下来注谢葡萄汁 祝我们主耶稣圣明出现 In name of our Lord Jesus, we give thanks 主啊,我们感谢祢 Lord Jesus, we want to thank You 祢带有肉体来到世间 今天好像一头无罪的羔羊 祢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喝尽了苦杯 为我们的罪付出了暑假 今天我们在受洗的时候 我们罪得圣灵归属于祢 这是极大的恩典 求主耶稣 祢的圣灵运行在这个葡萄汁 Lord Jesus, may Your Holy Spirit be with this cup This great juice 在灵里面成为你的宝血 That in the Spirit it becomes Your blood 让我们领受之后 能够得到圣命 后日得以复活 That after we partake of this cup We will have Your life And we will resurrect with You During the last days 主啊,愿祢的名得到荣耀 Lord Jesus, may Your name Always be glorified Hallelujah Hallelujah, Amen 我们唱诗九十八首 Let's sing hymn number 98 那为着新受洗的统领 我们要来念一段圣经 And these are some more words For those newly baptized members 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五章 Let's turn to the book of Acts chapter 15 十五章二十八节 Vers 28 还有二十九节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 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 我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 二十九节 Vers 29 就是进戒偶像的 具偶像的物和血 并热死的牲畜和坚淋 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进戒不犯就好了 愿你们平安 Vers 28 For it seemed good to the Holy Spirit and to us to lay upon you no greater burden than these necessary things Vers 29 That you abstain from things offered to idols from blood, from things strangled, and from sexual immorality If you keep yourselves from these, you will do well. Farewell 他们在耶路撒冷会议讨论 外邦人信耶稣要不要受割离 At this point in time, they have a meeting in Jerusalem to discuss whether the Gentiles need to be circumcised 到最后说圣灵跟他们决定 However the Holy Spirit made the decision for them 不要将重担放在外邦人的基督徒的身上 to not lay a greater burden on them 这个重担就是守摩西的律法 And this burden refers to the Mosaic law 我们是因为恩典而成义 We have been made righteous by grace 但是有几件事不可以少 However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one must observe 就是不要吃拜偶像的东西 我们现在领受圣餐 就是跟主有团契 那如果在吃拜偶像的东西 就是跟鬼相交 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受到很大的阻挡 有的会失去圣灵 有的救病复化 那下面不要吃血 圣经说血有生命 Secondly we must abstain from blood because the blood contains life 那热死的生柱没有流血 所以不要吃 Things that are strangled their blood was not shed Therefore try to avoid them 接下去尖隱 就是要保守男女之间的圣洁 And lastly is to abstain from sexual immorality not to have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the opposite sex 这个是这个世代最大的挑战 And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that we face today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保守圣洁 And may we ask God to help us So that we will remain pure 我们现在最后要一起来祷告 Lastly we will all kneel down to pray together And we especially pray for those members who are newly baptized 新受洗是出生的婴孩 We know that these members there are spiritual babes 新受洗是天国路的开始 And this baptism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journey to heaven 要跑到天国才算结束 And when we step into heaven that is the end of our journey 所以有可能是几十年 And maybe it will be decades down the road 如果我们紧紧跟着主耶稣 我们就可以走到底 And if we hold tightly on to Jesus We will surely complete this journey 所以求主加点他们信心 加点他们力量 And we pray that God will give them more faith and more power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圣灵 要接受按手的我们都到前面来 And we will also have the prayer of the Holy Spirit For those of you who wish to receive the laying on of hands Please kindly come forward 那我们新受洗 我们可以跪在第一排 And for those newly baptized members Please kneel on the first row 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 us all pray in one accord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